无耻男子故意占我车位 我传手买下整个停车库 将他的车封死在里面 既然你们物业处理不了 那就别怪我了 我生气的挂断了电话后 打开交管软件 输入了对方车牌号后 系统给车主发送了挪车短信 我并不觉得这能有什么用 但是咱们还是先礼后兵 没想到十多分钟后 车主还真来了 我打量了一下 这位带着智慧大金链的家伙 你就是车主 谁知对方一脸只高气扬的说道 是我 你想怎么着 老子下来就是告诉你 你的车位就是老子站的 我就在小区茶馆里 打麻将的就是不挪怎么了 我这次也就是专门来告诉你 我就是爱停在这里 你能拿我怎么办 有本事 你杀了我 这是嚣张罚扈 到了极点 我强压着怒火说道 你说的没错 我确实不可能杀了你 但是你以为 这样我就没办法了吗 金链哥哈哈一笑 老子打麻将去了 等着看你这个小鳖三 能有什么办法啊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我嘴角微微上扬 这可是你自己要求的 一会儿可别后悔 接着我来到售楼部 把整个车库的 140个车位 全部买了下来 接着又在网上 并购了一套 高科技智能停车场 管理系统 做好了 先期准备后 我抱着个大箱子 来到了物业 找到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立马陪笑着说道 大壮先生 车位的事情 我们真的很抱歉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解决的办法 麻烦你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一定能处理好 我这次不是来跟你说这个事情的 我说着把箱子一到 140份车位产权证 哗啦啦落在了地上 然后接着道 孙经理 现在地下一层 所有车位都是属于我的 我把一层都买下来了 既然是属于我的 那我做点相应的修整 没有问题吧 我就是来跟你们申报这个的 物业经理 看到我一箱子的车位产权证 被惊得目瞪口呆 既然你已经把所有车位都买下来了 自然是可以的 在得到物业肯定的答复之后 我转身准备安装砸门 而孙经理则给他小舅子打去电话 我叫你祖宗行了吧 你赶紧来把车给开走 刘大壮现在已经把整个地下一层 都给买下来 就是为了对付你 他这位小舅子听了根本不相信 不懈地吃笑道 姐夫我说是你傻 还是你觉得我傻 整个地下一层 一百多个停车位 他能全部都买下来 就因为我占了他一个车位 他就把其他车位都给买了 他要是真把所有车位都给买了 那感情好 这么多车位 他自己也停不过来 那给我一个怎么了 这话说的 孙华都不知道该怎么接 他小舅子接着就到 姐夫不跟你扯了 我今天都输三千了 得专心把坟给搬回来 说完电话已经挂断 孙华无奈 只能拨通老婆的电话 事情要大条了 你去劝劝你弟弟 结果他老婆反而数落他 不就是一个车位吗 你一个物业经理连这点事情都搞不定 而这边我已经带着师傅来到了车库出口 各位师傅 拜托你们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 工钱我给你们双倍 在金钱的诱惑下 很快就装好了 这套高科技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十分牢固 不仅可以进行人脸和车牌识别 还有360度无死角监控 一切搞定后 我便回到家继续刷抖音 而这边金链哥打了一天麻将 这回准备带着麻友一起出去吃烧烤 路上麻友还劝他 我听说你站的是那个刘大壮的车位 这人可不好惹啊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嘛 他哈哈一笑 不屑的道 担心什么 担心他杀了我 今天我特意下来 指着他的头 把他给喷了一顿 他把我怎么着了吗 他这车位 我也站这么长时间了 不也屁事都没有吗 越说他还越得意 有个麻友都看不惯 他这么嚣张说道 小心人家把你车给砸了 他一听更加不屑 那感情好啊 正好让他给我换一辆新的 兄弟 这就是你没常识了 不是按照法律规定 别说是我占了他车位 就算我撞死了他父母 他要是敢砸我的车 那也是要赔的 这叫一马归一马 可当他们来到车库门口时 却傻眼了 这是个什么情况 这玩意儿 是什么时候装上的 卧槽 看起来很屌啊 人脸是别 麻友都很是震惊 唯有金链哥愣了一下之后 完全不屑一顾 屌什么屌 这种垃圾玩意儿 有什么用 他说着双手一撑 以一个颇为潇洒帅气的姿势 跳了过去 然后回头道 看到没有 这就是唬人的 这种东西防君子不防小人 确实很容易跳过去 不过人可以跳 车还能跳不成 这家伙取了车 得意洋洋的载着马友 来到出口的时候 就彻底傻眼了 不管他怎么按瓦巴 闸门一点反应都 无耻男子故意占我车位 我反手买下整个停车库 将他的车封死在里面 这是个什么情况 这玩意儿 是什么时候装上的 卧槽 看起来很屌啊 人脸是别 马友都很是震惊 唯有金炼哥愣了一下之后 完全不屑一顾 屌什么屌 这种垃圾玩意儿 有什么用 他说着双手一撑 以一个颇为潇洒帅气的姿势 跳了过去 然后回头道 看到没有 这就是唬人的 不过等金炼哥 开车出来的时候 不管他怎么按喇叭 闸门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又是什么情况 金炼哥也不算太傻 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肯定是那个刘大壮干的 妈的傻逼 他以为这样老子 就没有办法了吗 车开到了停车场门口 结果却是出不去 让他感觉非常的窝火 他直接掏出了手机 直接拨通孙华的电话 姐夫 我的车被堵在停车场出过来了 你赶紧过来看 听到他的声音 孙华就感觉一阵心泪 现在我还能看什么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 这位小舅子对此非常不满 我现在就需要用车带朋友 要去吃烧烤呢 你们地下停车场 让人装了栅栏堵上了 你作为物业经理 不闻不问 现在连我的车都被堵在里面了 你还让我明天说 他很不满 孙华更不满 直接怒道 我有没有提醒过你来挪车 现在整个一层都是人家的 人家乐意装栅栏 我管得着吗 就算是等到明天 为了你这破事 我他妈也得去求人 而且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答应 孙华很清楚 自己小舅子这件事情 如果处理不好 老婆那边没法交代 果然没过多久 他老婆就走了过来 小伟的车被人堵上了 让你看你就过去看看呗 他可是你的小舅子 是我的亲弟弟 你怎么能向着外人 孙华你听到老婆 碎碎念就更是窝火 每次小舅子 有个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可他也实在没辙 要是不能让老婆满意 这是怕是过不去 我也控制不了人家那系统 就算我去看了又能怎么样 孙华别折祸 没地方撒 却也只能拿起手机 拨通了我的电话 孙经理 有何贵干啊 孙华陪笑道 大壮先生 不好意思这么晚 还给你打电话 真的很抱歉 事情是这样 我跟那位车主 又进行了一次沟通 终于让他知道错了 他已经承诺 以后再也不会占用你的车位 现在就要把车开走 可你装了栅栏 所以他出不去 麻烦你放行一下 他这话说完 就迎来了边上老婆的一连串白眼 没出息 大男人跟人说话 低三下四的 一点男子汉气贷都没有 而我这边从手机里看到了 停车场出口的监控 当然也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孙经理 车不用挪了 我现在车位有的是 那么大一个停车场 想怎么停 就可以怎么停 至于那辆路虎 你就当我是做好事吧 我免费让他停 孙华很清楚 小舅子要是不达到目的 那自己也无法安宁 于是只能委屈求全道 大壮先生 你大人大量 就当给我个面子行吗 那辆路虎占了你车位 这么长时间是他不对 我再次跟你道歉 实在不行的话 这段时间我给你停车费 给双倍 你看如何 这一次 孙华是真的豁了出去 不仅拉下了脸面 还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 但他依旧觉得 只要能把这事情给圆满解决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听了都有些意外 于是故意问道 孙经理 这位路虎车主是你家亲戚吧 孙华并不想承认 怎么会 大壮先生说笑了 我这不是希望能把问题解决吗 他在这边陪着笑脸 想把事情快点解决 以免在横生之节 可哪想到 他老婆在边上看着 却是越发觉得他窝囊 对他这副熊样越发不满 在一旁大声嚷嚷道 那个开路虎的就是我们家亲戚怎么了 不怕告诉你 我是孙华的老婆陈荣 那是我亲弟弟陈伟 你实际一点就赶紧让我弟弟离开 给我弟弟道歉 要不然我老公可是物业经历 但你在这小区住不下去 你信不信 我顿时猛逼 刚刚我还琢磨着 既然人家真的放低了姿态道了歉 还准备赔钱 没得饶人处且饶人 结果马上就来了这么一出 接着我回复道 那好吧 我是真想看看你们会怎么让我在这小区住不下去 挂掉电话 闲内住陈荣 还一板一眼的教训孙华 学到没有 男人说话就应该硬起一些 别微微懦懦的让人看不起 你是物业经历 还用得着怕一个业主 孙华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 他伸至我的雷霆手段 陈荣一脸的不以为然 不管他是谁 业主就得听你物业的 对吧 他居然敢堵我们小伟的车 我倒要看看他敢敢堵到什么时候 如果他不听话 你就给他穿小鞋 断他的水 断他的电 孙华一脸无奈 能堵到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 但今天那肯定是别想的 我也没辙了 你自己跟你的宝贝弟弟解释吧 而这边陈荣等了这么久 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本身就让他很火大 而且这让他觉得自己在朋友跟前丢了面子 已经有麻友直接开始嘲笑 不是说你姐夫是物业经理 一个电话分分钟搞定的吗 怎么搞不定了 这些调侃 在陈荣听来异常的刺耳 这小豹脾气完全控制不住了 就在这时姐姐陈荣打了电话过来 小伟 姐姐已经为喝过那个交流大壮的了 今天你就先把车停着 等明天我们再找他算账 你放心 谁也别想欺负我们家人 到时候姐姐给你出气 姐姐都已经这么说 也就是现在真的是没办法了 陈荣只能尴尬的朝着麻友笑了笑 我们还是去打车吧 兄弟 我看你这车想要开出去 怕是不容易 可惜了 你这车好几十万买的吧 这下次乘车库百度车了 车库百度车 这话说的 让陈荣心里越发的不是滋味 越发的窝火 第二天 他大清早的就去到了物业办公室找孙华 姐夫 我的车你到底怎么说 明天我老妈 你老丈母娘 还让我载着她 去江南一趟呢 现在我车都开不出来 你让我怎么办 无耻男子故意占我车位 我反手买下整个停车库 将他的车封死在里面 姐夫 我的车你到底怎么说 明天我老妈 你老丈母娘 还让我载着她 去江南一趟呢 现在 我车都开不出来 你让我怎么办 孙华看见 他就心烦 我早让你摸车的时候 你干什么去了 昨晚我跟人家说的好好的 你姐姐非得威胁人家 有本事你们姐弟俩去解决 来找我干什么 孙华语气不善 憋了一夜火的沉维 也彻底爆发 早知道 你这么没用的话 老子也不愿意来找你 你把那个刘大壮的手机号码给我 老子亲自跟他说 随即他便拨通了我的电话 喂 刘大壮是吧 老子就是占你车位的那个男人 我淡定的说道 你有什么事情吗 陈伟早已经怒不可乐 你他妈有本事 读我的车有本事下来啊 行 我下来 别说我还真的有这个本事 我来到车库发现 现场物业经理 以及陈伟姐弟都在 我学着陈伟昨天跟我说话的语气 你就是陈伟是吧 路虎的车主是吧 我这次来就是专门来告诉你 你的车就是被我堵住的 我还告诉你 我就在家里睡觉呢 我就是不放你出去 你能拿我怎么着 我就乐意堵着让你出不去 你还能杀了我啊 陈伟气得要疯了 于是红遮掩怒道 刘大壮 你别太嚣张 你以为这样我就没办法了吗 我继续学他的语气 我回家睡觉去了 等着看你有什么办法哦 说完我转身就要走 陈伟姐姐气是凶凶的好道 你他妈不准走 直向的赶紧放我们家车离开 我没理他 而是直接跟孙华说道 孙经理 这一层都是我的 是我的私人地方吧 这些闲杂人等 是怎么跑到我的停车场来的 明明我装了道闸 不允许闲杂人等进入的 不会是小偷吧 你们物业不管的话 我可就要报警了 孙华一听彻底无法淡定了 他舔着脸一个劲的道歉 不至于不至于 真的不至于 我们没有跟你打招呼就跑进来 是我们不对 我跟你道歉 真的很对不起 也请你给我和物业一个面子 体谅体谅他们 他们其实也没什么恶意 真的就是心急了一点而已 自家老婆和小舅子 不愧都是一个妈生的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孙华只能自己站出来跟我谈条件 大壮先生 你说个条件吧 私占你的车位是他不对 我替他再次向你道歉 要怎么样 你才愿意放他离开 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 孙华这话一出 我还没来得及 说什么呢 他老婆陈荣仙 不乐意了 扯着嗓子就嚷嚷道 孙华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什么叫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他要是要我捏给你 不就是占了几天车位吗 你难道连我都要送出去 看到这么个泼妇 我也是一阵无虞 连忙说道 不至于不至于 真的不至于 我口味真没这么重 你尽管放心 我的要求很简单 我不要你们的人 也不要你们的钱 你占了我车位多长时间 那就把这个时间 乘以时之后来取车 这叫十倍奉还 陈伟一听脸色 变得非常难看 这对他来说 当然是不可接受的 就连孙华也跟着道 大壮先生 那这也太长了 能不能再给我的面子 咱们再商量商量怎么样 我看着他笑了笑 孙经理 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你觉得这时间很长 那我特么问你 为什么这时间会很长 如果陈伟 只是占了我的车位一天 那乘以时也就只是十天 所以时间长呢 是他最有应得 孙华尴尬地陪着笑道 大壮先生 我知道这段时间 给你造成了极大不便 可是这段时间 他也急着用车 要不然我们还是用钱 解决怎么样 你说一个数 我们好说好商量 孙经理 你觉得我差你这点钱 我这句话问得他 顿时哑口无言 能够买下一整个车库的人 自然是不缺钱的 见他不说话了 我接着说 十倍时间之后 你们再来取车 这是你们唯一的选择 下达了最后通牒 我准备转身离开 陈伟见状 张牙舞爪的就冲了过来 他妈的 你不要欺人太甚 你赌我的车 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 你杀了我啊 看到陈伟这个样子 陈荣也有样学样的 昂着头叫嚣道 你啥 你啥 你今天要是不敢把我们杀了你就是耸包 你他妈就赶紧让我们家车出去 我看着这对姐弟异常无语 神经病 你要是再这样 我不敢保证不会报警 孙华健壮连忙打圆场 大壮先生 你息怒 就是一点小矛盾不止道 叫警察 谈事情嘛 这次谈不成 我们下次再接着谈 总会有个结果的对不对 这话说的确实很有道理 不过我却是摇了摇头 结果已经出来了 已经没有必要再谈了 说完我转身离开 那陈荣看到 我就这么离开一肚子活 他冲着孙华就是一顿骂 你就是个废物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物业经理 我姐弟被人欺负 你除了低声下气的求人还会做什么 孙华也怒了 我他妈这是为了谁 这事情本来我能解决 还不是你们把事情给搞砸的 你们要是有本事 自己去解决事情 姐弟两个屁事都做不好 整天就指望着我 到头来还有脸说我废 见孙华居然还敢跟自己针锋相对 陈荣更是越发的无理取闹 哭嚎道 你居然敢吼我 你长能卖了是不是 居然为了一个欺负我的外人吼我 这是一旁的陈伟说道 姐 没事 他靠不住 没关系 他没有办法我有 就这么几根破铁桩 他还能拦得住我 老子找人给他砸了 无耻男子故意占我车位 我反手买下整个停车库 架装铁闸门 结果男子一脚油门撞坏 我价值三百万的闸门 妈的刘大壮 你以为你装个破闸门老子的车 就开不出去了吗 老子现在就一脚油门 就把他给撞开 还没等我来得及说什么 陈伟一脚油门 就把闸门给撞开了 随即他下车 朝我一脸不懈的说道 看到没有刘大壮 你装的这个破闸门 有什么批用没有不就是老子一脚油门的事情吗 看着他那么嚣张的表情 我则是一脸淡定 一会儿当你得知自家房子卖了都不够赔偿的时候 不知道你还笑不笑的出来 你们脑子是被驴给踢了吗 我之前是怎么跟你们俩说的 你俩闯破了知道吗 孙华从地下车库冲了出来 他再三劝阻 这姐弟俩居然还是擅自干出了这样的事情 陈伟一旧不以为然 你自己总还不愿意 我们自己解决啊 你怕那小子 老子可不怕那小子给我姐面子 我叫你一声姐夫 不给你连你什么都不是 就你这么耸包 把我和我姐的脸都给丢尽了 怒喷了孙华一顿 陈伟豪气的说道 怕什么 一个破闸门能值多少钱 这事情是我们姐弟俩干的 所有的赔偿 我们姐弟俩承担 跟你没关系 听到这话 我笑着说道说得好 说得太棒了 是个爷们 听到我的赞美 陈伟也是颇为满意 说吧 你这个破闸门多少钱 老子现在就赔给你 我淡定的说道 我说出来怕吓到你 还是等警察过来 咱们再说吧 大壮先生 这都是他们两个一时糊涂 你可千万不要报警 不管你有多大的怨气 我求求你不要报警 我们私底下解决行了 孙华知道 故意损坏他人财物 是要采缝纫机的 自然是想把事情和平解决 看到他这个样子 陈伟又非常不爽的说道 孙华 你真给我丢人 你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德行 孙华深知我的雷霆手段 他反手就给了自己老婆一巴掌 你个无知妇女你懂什么 你是不是想进去采缝纫机 陈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老公居然会跟他动手 顿时人都傻了 小舅子看到自己姐姐被打冲孙华吼道 孙华 你他妈的居然敢打我姐 你敢欺负我们陈家人 滚 这里没你说话的 孙华转身朝着他怒目而视 这气势陈伟还从来没见过 顿时就被吓呆在了原地 随即我便掏出手机报了警 因为挨了一巴掌而老实了好伴想的陈荣 这时候又嚷嚷的起来 报警就报警 怕你啊 你们堵住了我们家车不让走 还有理啊 我就不信叔叔还能不讲理 没过多久 叔叔同志来到了现场 请问这里发生了什么 我指着已经被完全破坏的栅栏说道 叔叔同志你看 他们把我的栅栏给撞坏了 现场十分清晰 作案人员和工具还全部都在 案子一点都不复杂 但叔叔却说道 大壮先生 这属于公共区域 你怎么能在这里设想 叔叔同志 这里我已经买下来了 是属于我私人的 不信你问孙经理 要不是我私人的他们物业 也不会允许我装了 可结果我花大钱买来的高科技智能管理系统 这才装上去就被恶意破坏了 两位叔叔一听也是为之一振 这特么还有直接买个一层停车场的 随即叔叔看向三人 你们谁来说说是怎么回事 陈伟很有担当的站了出来说道 是他先把我的车给堵在了里面的 他不让我出去 我还不能想办法自己出去吗 这位先生 既然这整一层的停车场都是大壮先生的 那你的车为什么会停在他的停车场 陈伟支支吾吾的说道 是先停在他的车位他才 你旁的陈荣不耐烦的站了出来 绕来绕去的有什么意思 事实就是我弟弟站了他的车位停了几天 然后他仗着自己有钱就整层买了下来 还故意针对我们 在入口装了这些东西不让我们家出去 所以我们就一脚油门把他给撞开了 就是这么回事 鼠鼠接着说道 得那还是说说车位的事情吧 这时候我说道 鼠鼠同志 站车位这种小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们故意毁坏财物 把我花了三百万买的高科技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弄费了 你看看 三百万就这么不诸一句 三百万 听到我这么说 陈荣陈伟 乃至孙华三个人都瞪大了眼睛 就这么一根栅栏 架上旁边一堆不知道干什么用的破完眼就值三百万 他们反应不过来的时候 咔嚓两声 鼠鼠同志的手铐已经靠在了陈荣陈伟姐弟手上 这下子 他们彻底惊呆了 看着手腕上亮闪闪的手铐 陈伟陈荣这两姐弟愣在原地 就像实话了似的 好半想后才反应过来 顿时红着眼睛大声嚷嚷 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们凭什么抓我 陈荣挨了孙华 一巴掌都没哭 这时候却眼泪哗哗的只都止不住 委屈的说道 鼠鼠同志 你们不能不讲道理吧 为什么抓我们 鼠鼠就正次了说道 因为你们故意破坏他人财物 而且数额特别巨大 陈荣蒙了 他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正正的说道 可是他先堵了我们家的车 不让我们出去的啊 我们这也是没办法啊 可是你们损坏了他价值三百万的栅栏 接着他跟着又嚷嚷道 就是一堆破铁桩而已 凭什么他说值三百万就值三百万 无耻男子故意占我车位 我反手买下整个停车库 加装铁闸门 结果男子一脚油门撞坏 我价值三百万的闸门 就是一堆破铁桩而已 凭什么他说值三百万就值三百万 你们看看 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了 全部加起来给三百块 我都嫌多 依我看就是那穷逼穷疯了 在这儿说胡话 看见我弟弟开的是豪车 就在这儿乱叫 想趁机讹诈我们 你们应该把那个歹毒的刘大壮 给抓进去采缝刃机 看着这么个不讲理的泼妇 我嘴角微微上扬 鼠鼠同志 我这里有证据 证明我的栅栏就值三百万 我说着将提前准备好的证明材料 都给递了过去 鼠鼠接过来简单看了看 果然是明码标价的三百万 发票一点问题都没有 从他的表情来看 事实基本上已经确定 陈荣陈伟俩兄妹 也都是心里一颤 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值三百万 那把他家房子车子全卖了 也不够赔偿的 虽然他开的是路虎 但也是花三十万买的八手泡水车 我接着说到 我买的这套高科技 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 硬件成本确实不高 但如果只有这些硬件的话 那有什么用 还称得上高科技智能吗 它贵就贵在这套高度智能化的系统上 可现在你们把所有硬件都毁了 整套系统自然也就跟着废了 我这一番解释 也算是让陈荣和陈伟这俩姐弟 死得明明白白 想到可能要面临牢狱之灾后 这俩姐弟就眼神涣散神情麻木 随即叔叔同志 就把他们带回了警局 此时的孙华面露难测 虽然金额巨大 但怎么说 那也是他的小舅子和心爱的老婆 不能不救 他花重金请了一位律师 将所有情况是无据细的通通讲了一遍 像这种情况 想要你的家人 避免牢狱之灾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取得对方的原谅 要不然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就是无可避免 虽然早就有心理准备 但这话从律师嘴里说出来 孙华的心还是又颤抖了一下 接着他问道 怎么才能取得对方的谅解 这得你自己去想办法 怎么得罪人家就怎么去求人家 一般来说 既然是给人造成的损失 那积极赔款准没错 我既然收了钱 那就会尽力的帮助你 走吧 现在先去警察局看看 到了警局 律师见到了陈荣 你好 我是你先生孙华伟托的律师 专门负责处理你们这个案子 此时的陈荣 头发凌乱 神情违靡 看起来非常的狼狈 他看到律师又带着哭腔说道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应该听我老公的话的 陈女士 你先冷静的听我说 目前警方已经确定 被你们破坏的那套停车场管理系统 就是价值三百万 根据法律规定 故意毁坏财务数额巨大的会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百万这个数字 已经是特别巨大 所以你和你弟弟 可能会被从众处理 丁哥被判弃 这话一出 陈荣两眼一黑 差点直接昏了过去 他失魂落魄的一阵多难 我要坐牢 小伟也要坐牢 三到七年 小伟还没有结婚呢 他要是坐牢了那怎么办 律师 我求求你了 如果坐牢不可避免的话 麻烦你去跟小伟说 让他把所有事情都推到我身上来 我为这个事情负责 要坐牢我一个人做 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他还没有结婚 他还小 我不能让他这辈子就这么毁了 我会转达你的意思 陈女士 你也不要太过于悲观 如果能取得对方谅解的话 还是能够免于牢狱之灾的 律师诧异地看了陈荣一眼 他有点无法理解这种做法 不过也无法干涉 由于陈荣大包大揽 将所有责任都扛了下来 陈伟顺势把自己摘了个干净 说一切都是受姐姐指使 然后他就被释放了 而律师又出面 依法申请了取保候审 将陈荣给保了出来 一家三口再次重聚 律师说道 我尽量给你们争取时间 记住 你们一定得在案件一交之前 拿到谅解书 要不然等上了法庭 那就一切都完了 孙华深吸了一口气 这个事情我来处理 你们都听我的 他说着 只向小舅子 特别是你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出现在刘大壮跟前 城市不足 败事有意 而这边 我正在抖音上看黑丝 突然手机响了起来 是孙华打来的 孙经理 有何贵干啊 电话那边 孙华非常诚恳地说道 大壮先生 我想请你吃个饭 地点你随便挑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请务必赏脸 我悠悠地就到 孙经理 我想我们并没熟到 可以打私人电话的程度 更没到可以做到一桌吃饭 如果你没有正事的话 我就挂了 你以后要是再打这种电话 我会告你骚扰业主 孙华健壮连忙道 大壮先生 别 我有正事 我想跟你谈谈赔偿的事情 我们愿意赔偿你的所有 三百万这不是一个小数字 但损失已经造成 无论怎么样都必须得赔 也得亏这些年孙华 还是捞了不少 家里多少还是有点积蓄的 掏空家底后 这钱还是能拿得出来 听说是要赔偿 我语气也完全没变 赔偿啊 那你直接打三百万 我卡里就行了 这个饭也没必要吃了吧 孙华健我这副态度 实在无可奈何 他也只能直接硬着头皮说道 大壮先生 真的很对不起 你看我们也没有推卸责任 愿意给你赔偿 那你是不是给我老婆 写个谅解协议 我一听 继续敷衍道 原来你要说的是这个事情啊 你放心 不就是一份谅解协议吗 我肯定会给你写的 不过我现在手上 有点事情实在是忙不过来 要不然你先等等 随即我就把手机关了机 而这边陈伟听到 我这个语气 脾气又上来了 妈的刘大壮 给脸不要脸 老子现在就过去 给他打一顿 无耻男子 故意占我车位 我反手买下整个停车库 加装铁闸门 结果男子一脚油门撞坏 我价值三百万的闸门 男子拒不赔偿 还直接将我两颗门牙给打掉 刘大壮 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姐夫已经答应赔偿你三百万了 你还是这副态度 你个么是什么意思 十项点就赶紧给我们 写量解协议书 承诺你独栽 追究我们的责任 不然就你这小身吧 信一信 老子打得你满地找牙 本来我看他们一家态度 好像还不错 准备看情况 给他们写量解协议书的 谁知这二货 又特么上门找事 于是我便说到 写不写量解书 取决于你们道歉和赔偿的态度 就算你们赔偿了 我价值三百万的闸门 我也有权利 不给你们写量解书 现在我看就你这态度 还想拿量解书 做梦去吧你 陈伟一听 我不愿意写量解书 顿时火冒三丈 特么的刘大壮 这都是你自找的 随即他就上来 给我报卡一路 把我两颗门牙都给打掉了 而这是刚好孙华和陈荣 带着三百万支票过来 给我赔礼道歉 当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彻底傻眼了 自己在一边 想着如何赔礼道歉 结果自家小舅子 干出这样的蠢事来 他冲自家小舅子吼道 陈伟在干什么 你想害死我跟你姐吗 陈伟本来就不爽 听到姐夫还在吼自己 更加不爽 老子还不是 想让这小子千两姐协议书 就你这总包 都这么久了 连一件这么简单的事情 都做不好 真不知道我姐 当初是瞎到什么程度 才会看上你这么个窝囊废 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孙华见自家小舅子 这么嚣张之道 肯定是要大难临头了 急忙说道 大壮先生 我们真的错了 陈伟这事是他不对 我替他向您道歉 希望您大人有大量 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我会找全国最权威的专家 帮你修复你的牙齿 另外再多赔偿你两百万 您看这是可以思量吗 此时我放下手机 强压着怒火说道 孙经理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差钱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有钱 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摆平 这件事情 我跟他没完 另外 我也劝你 不要再来做无用功了 否则我不敢保证 不会把你也送进去 采缝纫机 一听到自己要进去 采缝纫机 陈伟顿时慌了 他直接说道 大壮先生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求求你给我和我弟弟一个机会 我真的不想去坐牢 我们还你钱 帮你请最好的专家修复你的牙齿 保证和之前的门牙一模一样 你看行不行 你有什么要求还可以跟我们提 陈伟眼巴巴的看着我苦苦哀求 孙华紧跟着掏出了一张支票 大壮先生 这是五百万 请您先收下 还有什么要求 咱们再慢慢谈 我看着这对夫妻十分无语 见过无耻的 从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见我不说话 陈伟接着说道 如果你愿意原谅我和我们家小伟 我帮你生个大胖小子如何 我一脸不屑的说道 还是算了吧 我怕祸害了我家基因 你们也不要再做无用功了 你们这缝纫机是采定了 随即我便掏出手机报了警 很快我就带着叔叔同志 来到了陈伟家门口 叔叔同志敲门后 陈伟不耐烦地打开了房门 我见到是叔叔同志后 陈伟姐弟梁也是心中一惊 叔叔同志 有什么事情吗 你好 我们接到大壮先生的报案 你涉嫌入室殴打他人罪 请跟我回锁里配合调查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